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年各位好 欢迎来到十四大世界 是紫菲 感谢本节目是由万国旅行社 大力的支持的 读万卷书跟新万里卢 是一样一样重要的 机票旅游就选万国 在上一集节目中 我们讲了唐代诗人张志和的鱼鸽子 西塞山前白鹿飞 我们来回顾一下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贵于肥 清若丽绿缩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西塞山前白鹿在自由的翱翔 江岸上桃花盛开 春水出涨 水中贵于肥美 渔翁头戴着青色的斗笠 身披绿色的缩衣冒着斜风细雨 悠然自得的垂吊 连下了雨都不回家 这首词描写了江南水乡春训时候的 湖光山色 春江水绿 烟雨迷蒙 雨中青山 江上渔船 天空白鹿 暗盼逃红 那么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 色彩非常非常的明快 意境万千 让人独知妄俗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还是一首唐朝诗人所写的诗 这是张吉所写的叫《秋思》 西塞山前白鹿飞写的是春天 《秋思》写的是秋天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亦万重 父孔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那这个家 都知道了 这个欲作家书 就是给家里边写一封信 还写一封家信 亿万重是指思绪万千 想的很多很多 挂念的东西太多 父孔 父孔就是又恐怕 怎么怎么样 行人 这个不是指路上的行人 是指送信的人 因为他马上就要走 所以是行人 行人临发 就是临出发的时候 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 又开封 就是把自己 已经封好的家书 又把它打开 又开封 这首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洛阳城里 已经开始刮秋风了 凉风阵阵 吹起了埋藏在我心底的万千思绪 便想写封书信 以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又担心时间匆忙 有没有什么没写到的地方 在送信人即将出发的时候 再次打开信封来检查 那么这是一首写相愁的诗 就是通过写信前后的心情 写信之前是亿万重 就是说思绪万千 想写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一点一点的把它写下来 表达相愁之身 然后写信之后 因为诗人肯定不是在自己的故乡 一定是在非常远的地方 或者工作或者怎么样 那么见到了秋风 秋风的时候 一般都是天气冷了 开始收庄稼了 大家基本上可能 也没有那么多农活了 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共去天伦的时候 这时候特别容易想家 于是他就写下了信 找人把信给烧回去 但是因为他亿万重 就是思绪万千 他想要说的话太多了 是不是我这个没说到 或者是我是不是那个人 有什么事没有想到 于是赶紧又把这个 从这个烧信人的手里 把信拿过来 把这个信封打开再看一看 我有没有什么 没有想到的地方 这个事非常的平常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想 这个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 我再看一下 重新检查一下 但是被诗人这么一写 就是把那种没有办法 割舍的乡情 乡愁给表现了出来 因为思乡是最让人惆怅的 那么说到乡愁的诗 一首现代诗就叫乡愁 是由诗人于光中所写的 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么这是于光中 在1972年创作的一首 现代诗歌 于光中的祖籍 是在福建永春 是1949年的离开大陆 去了台湾 因为这个政治原因 这个两岸是长时间的隔绝 导致余光中 多年没有回过大陆 那么他一直思念亲人 渴望祖国的统一 和这个亲人的团聚 所以会有这种强烈的思乡之情 于是诗人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中 就写下了这首《乡愁》 《乡愁》 《乡愁》 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好 今天的一天一首诗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等一下我会给您讲中华小故事 诗词小课堂 中华大世界 小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和小雪 一起走进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们今天跟着紫菲老师 一起学习了圣堂诗人张吉的 七言绝句 秋思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亦万重 父孔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这首诗呢 描述的是洛阳城中 又刮起了一阵阵的秋风 那梁丝丝的秋风 似乎在催着诗人 写下一封家书 将万重心事与亲人沟通 向亲人诉说 心事仿佛永远说不尽 无奈时间太匆匆 于是在即将出发的时候 我又拆开了和尚的信封 看看有没有诉说完自己所有的心事 有人评价啊 亦万重这一词是全诗的关键 亦万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诗人心中说不完 道不尽的仇绪 见秋风起 做家书之念 做家书又起亿万重 正是这种亿万重 欲说还修的感觉 所以在家书中才说 说不尽 怕说不尽才引发了 灵形又开封 可见诗中的一切内容 都是由亿万重引起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重这个字 重呢 它就是一个多音字 除了重 它还有重这个读音 首先我们来讲重这个读音 它有再重复的意思 比如说重申 重板 重阳 重逢 还有地名重庆 在中国的四川省 第二呢 它有层的意思 比如说重叠 重销 重阳 重唱 比如重暖 叠障 那么下面 让我们来看两个成语 第一个成语 重蹈 覆辙 字面意思是说 翻过车的老路 这个辙 就是这个车辙 比喻的是 不惜取失败的教训 重犯以前的错误 经常有时候 大家会说到 为什么你又犯了这个错误 继续重蹈覆辙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词语 重暖 叠障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一个的山峰 连在一起 连绵不断 暖 在里面就指的是 连绵的山 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我们平时 看到一片山风起伏 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我们说 哇 这片山岭 真的是重暖 叠障 接下来让我们看 这个字的另外一个读音 重 重的意思有 分量较大的意思 是与轻相对 比如说重负 重贺 重量 还有重力 举重 负重 第二个意思呢 是程度深的意思 比如说重色 重病 重创 还有呢 就是价格高的意思 比如说 重价收买 也有数量多的意思 比如 重金聘请 有时候说 眉毛重 也是指的 数量多的意思 同时呢 它也有 主要 要紧 比如说 重点 还有 重托 重势 比如说 认为重 要认真对待 所以说 重视 尊重的意思 还有就是 言行 不轻率 比如说 慎重 自重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 关于重的成语 第一个词 成语是 不知轻重 这个词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不明事理 它呢 它的近义词 是有不明事理 反义词呢 知书达理 解释上来说 不分轻重 轻重的意思 就是 分量大小的意思 那不分轻重呢 就是 不分事情的名 不明事理 行事貌美 所以说 叫做 比如说 你这个人 怎么做事 不知轻重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下一个词语 这个成语叫做 举重若轻 那举重若轻的意思 就是 举起沉重的东西 像是 在摆弄轻的东西 比喻能力强 能够轻松的 就胜任 繁重的工作 或处于 以困难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平时 有时候 大家说 我准备 做一个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举重若轻 这个事情 在别人看来 虽然很难 但是对我来说 是举重若轻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 虽然很难 但是对我做起来 并不是很困难 小朋友们 学会了吗 接下来 我们还是 有请子菲老师 为我们带来 今天的 中华小故事